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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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的 同学请放掌 同学应该还记得我们的进度 我们进度到其实已经到我们 对那个就是 鸡门十庙当中的行庙 行庙其实就是用三朝二暮的一个 就是法华经的一个碧玉 然后来作为我们那个就是 鸡门那个那个行门 行庙的这一个叙述 但是呢 其实三朝二暮其实都不是原教 真正的是三朝二暮之外的最十位 就是原教位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是进入到我们原教位的十个方面 十个角度来诠释我们原教位的一个内容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那原教位总共有十个角度来做说明 这十个角度其实就是我们投影片上就是我把它再录下来让同学有一个回顾 有一个回顾就是这个十个方面论证原教的这个优越性呢 是从名字上来说 位置 名位数 然后断服 断货 福货的这个部分 公用出庙卫星 卫废 卫星卫废的意思就是我们帐通别远四教 为什么其实必须有他四教存在的必要性 以及为什么帐通别必须要把这一个就是教位把它废除的这个原因说明 智德大师在这个地方其实会有说 然后以及第八个的那个就是开出血庙 第九个的隐经 隐经的部分其实就是以涅槃经的五位来做解释来做解说 那第九个部分我们今天会进行到 但是其实应该是谈不完 所以在最后的一个庙位史中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就是有待让他就是这十个的优越性 把它就是介绍完就是在第十个的庙位史中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其实从简明义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从三个角度来谈原教的这个名称 有跟藏通一样的名称 比如说阿罗汉 其实他可以通原教的意思 名别义原像比如说别教的52个阶位 其实他的名称是跟原教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意思其实原教有用 所以他的意思是原的 那第三个名义巨原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原教特别的 他的一个原义 这个是简明义 那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就谈到第二个名位数的第二个部分 第一个是名数的这个部分嘛 第二个其实我们就要讲到的就是影证的这个部分 引经来做证明 引经来做证明 所以我们今天呢 直接就来看就是引重经的这个部分 引重经 也就是我们的课本第415页 课本第415页的引重经 然后名位数的这个多少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来这个地方 那个就是进行我们那个访华悬疑的内容 第二个次引重经名位数多少 那这里引重经其实就用 先用大涅槃经的一个叙说 大涅槃经的叙说的一段文 就是月爱三昧从初一日一直到十五日 那光色渐渐增长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月亮从那个农历的初一一直到十五的时候 从一点点的亮一直到圆满 所以光色渐渐增长 那从十五到三十的时候呢 又渐渐渐渐渐变少变美了 所以光色渐渐减损 那光色增长呢 其实就是譬如十五字的 十五字的 十五字的这十五 这一个数字我们等一下会看 为什么是十五 不是十五字的十五 那譬如十五字的 那那个磨喝般若 那光色渐渐呢 譬如是十五 断得无雷解脱 那在这边其实同学可能就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词的运用 字呢 其实它用般若来做解释 字的就是磨喝般若 那断得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烦恼无名断除嘛 我们的得其实可以增长显现 这里用那个解脱 用解脱来做解释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符合 字跟断 我们在研读佛经的时候的这个议程 这一层意思 所以是十五字得 跟十五段得 那三十心是三是三字段 十地呢是十字段 等觉妙觉呢各为一字段 所以这个三加十加一 其实就是三加十加一 还有再加一 因为等觉跟妙觉各一嘛 所以加起来总共是十五 总共是十五 再复数一次 三十心总共有三个字段 那十地呢就十个字段 就是字加段 就是我们刚刚所就是解释的 字德加段德 十个字段 那等觉一个 那妙觉呢一个 因为其实有志的话 其实就等于说有断智慧的 断烦恼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德恨的一个显现 所以既有智慧 然后也有断的这个德 所以志跟断两者是合在一起 所以名为志断 名为志断 那和十五之断 月体譬如法身 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其实就是用大灭盘经 的一个月爱三昧 来做志断的一个解释 那数字其实是十五 从入初注开始 然后可以断一分无明显一分法身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用比喻 月亮的比喻来做显示 来做志跟断的一个说明 那这里是大灭盘经 那底下也是大灭盘经 大经所说的 月性长远时无增见 因须弥山所以说有亏跟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月亮 其实并不是他自己本身 他的那个月亮自己本身变消失的 不是他是被须弥山所遮的 所遮所以会有所谓的亏跟隐的 这个现象 那不增而生白月见拙 不减而减黑月稍无 那法身也是这个样子 那法身用月亮来做一个比喻 其实非常非常贴切 那法身的志跟断 其实是没有十五 十五志跟断 因为无明的缘故 所以约如论志如实不志 约如论断如实不断 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从法身的一个理体上来讲 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志跟断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 是有点算是相对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那虽然是无志但是而志 般若渐渐明 虽然是无断而断 而解脱呢渐渐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对于那个就是法身 然后月亮 他的一个比喻的一个说明 那这个是从那个大涅槃经 这个地方印经来做解说 那举月呢当作辟喻的话 那么可以知道是原教的一个志断之位 那大涅槃经有说 从初安置诸子秘密之常 三的涅槃 然后我当于此秘藏而拨涅槃 那么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最后的一个志断 最后的一个志断 这个算是从最后志断的这个角度 然后来看待大涅槃经的这句话 所以与此灭藏而拨涅槃 最后志断断除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得大波涅槃这样子 那底下的问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何德呢知月玉来比喻位 那怎么要怎么去知道说 月亮他比喻的 其实就是原教的这个阶位呢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好 可以解除大家的疑惑 那这边呢 其实引了几部经 所以同学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仁王经 有圣天王经 还有一个大品波罗经 在这个地方其实讲的 其实都是原教的这一个阶位 一样的 这三部经所贯通的内容是相通的 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回答之后 我们再来看 我们回答的内容是什么 仁王经讲的是十四人 那十四人呢 他一样是用我们刚刚 大破内盘经的这一个十五般若 的这一层意思来做解释 就是三十心呢 是三般若 十地是十般若 正觉是一般若 那十四般若在菩萨的心中 都是名为仁 那转至佛心呢 就名为智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仁智 然后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十五般若 此与十五的日明智的一个位 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也说其实 金经的内容其实是相通的 是相通的 底下我们再看圣天王经 他所说的是十四般若位 用的是十四的日月 当作辟喻 故作此事 那圣天王经其实 这他是没有多谈 就是用十四般若位来做说明 那十四般若位其实就是等于说 第十五个庙节位之前 这个就是史诗般若位 一样的意思 那大品般若今是讲到四十二字门 四十二字门 出阿字 最后一个字是图字 或者是查字 的这四十二字 那于等四等 这个从南岳惠世大师有说 那词呢是诸佛秘语 那何必呢不表示十二位 所以这四十二位是佛的秘语 是可以用那个就是修行阶位 来做表现的 所以诸学人呢 执着那个事论 执着大致的论 说大致的论没有解释四十二字 就是四十二阶位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等于说是执着 经论上的一个就是 的一个固守在经论上的文字 所以说没有这个解释 然后就会怀疑 然后没有用这样子 但是呢 必须要知道 其实大致的论 它本身其实就有很多很大的内容 它传来到我们中途的时候 其实只剩下二十卷 因为秦人浩捷 秦人就是中国人 秦人浩捷 所以论呢 本文其实有千卷 但是千卷没有全部传过来 因为旧摩洛史大师做九倍略知 因为知道其实我们 汉地这个地方的人 没有这份耐心 多做这样子的一个翻译 没什么作用 所以其实这样九倍略知 以智者大师的推测 其实是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的 因为有太多太多没有说明了 所以说智者大师说 为什么何必无此解呢 所以还是以四十二字解四十二阶位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意涵的 所以智卫 此解身应该明晦 何者 经中有说出阿后查 那中间其实有四十 为什么有四十 就是除掉阿字 跟最后面的一个字 查字 那出阿字门呢 据四十一字 后查一二 也就是说 其实不管说是十二个字当中的任何一个字 都据其他四十一个字 所以互据 互据 那这个是经中所说 那华言经说 从出一地 据足一切诸地的功德 那此意即同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同学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也是原教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 哪一个字呢 就是据字 据字 就是举一 举据什么 一切 一举一切 那这个据字呢 在这个地方其实就说出来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知道 它是表现我们天台原教的一个 很重要的内涵 那华言经有这样说 那经本其实有这样的说 若文呢 阿字门 则解一切义 所谓呢 诸法初不生故 那此呢 岂非原教初注 初得五身法忍 有时候其实这四十二字门当中的 第一个字的阿字门 它的一个就是修行阶位所代表的 其实就是原教初注 原教初注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对于有关四十二字门 传字会师 就是字的大师的老师 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就是很特殊的见解 然后字的大师其实在这个地方 把它做说明 做说明 那后面就是过查无字可说 所以其实最后一个字的这个查字 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原教的妙觉位 所以岂非妙觉 无上无过 就是无上嘛 就是上面不再没有 也不可能再通过超过妙觉位 所以无上无过 广圣品 广圣品当中有说明 所以一切法呢 皆是磨合眼镜 那说的就是四十二字门 所以这个呢 岂非是原教菩萨 从初发心得到诸法十相 据一切佛法 顾名阿字 至呢 妙觉地 穷一切法理 顾名查字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阿字 一直到查字 此意呢 它的树木字 跟原教位是一样的 所以圣字分明 圣字分明 所以从那个原教的一个初注位 从初发心 其实就非常非常殊胜 可以得什么呢 诸法十相 而且据一切佛法 据一切佛法 那剩下的只剩下什么 剩下把无名破除 显法性的一个广 无名破得越多品 法性显得越多层 剩下的只是这样 又呢 四十二字之后呢 即说菩萨十地 那么此呢 是显别教方便之次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解释的四十二字之后 的这样子的说明方式 跟原教是不一样的 因为原教是直接用四十二字 来说菩萨初注 一直到妙觉 那这里不是 这里是四十二字之后 说菩萨的一个十地 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解释 就是显示的是别教的方便的一个次位 又呢 次十地之后呢 说三圣共十地 那这里呢 显示的是通教的方便位 所以经文其实比较不一样 那这也是就是 为什么知者大师在叛教 为什么要叛藏通别源的一个方式 在这边其实就可以知道 有那个不同的一个说法 一样是四十二字 但是不同的一个判法 显示的就是不同教法的一个解释 所以经文次比 三一枉然 那这里取四十二字 来证明原教的这个阶位 证明原教的阶位 有时候其实 原教的阶位呢 其实在那个就是 智耳大师以四十二字来说明的时候 在这边其实就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好 那我们底下再来看 此经呢 分别功德品 所以那个智耳大师讲到此经 同学应该就有一个概念 乃部经啊 对法华经 法华经就是分别功德品 在这边 说明初心无品地质之位 文其实是很分明的 那这边底下 其实就是从那个外凡位开始 无品地质位 然后渐渐渐渐的介绍到等觉庙觉 那在法华经的 分别功德品 说明的是初心无品地质位 那在法师功德品呢 所讲的是六根清金一项 所以法华经虽然没有把 那个就是原教的阶位 讲得很清楚 但是其实 原教的那个就是修行内容 其实都有陈述 都有陈述 那在方便品的时候 说什么呢 说诸佛为一大事 因缘故出现于世 为令众生开佛之鉴 这四句 这四句呢 经过会师大师的一个解释 就是开释误入这四个字 所代表的 其实就是四十个结尾 四十个结尾 所以我们看 开佛之鉴是石柱 是佛之鉴是石形 勿佛之鉴是石回向 入佛之鉴是石地 以及等觉 所以这四个字包含就是四十一个阶位 他所说的都是佛的一个智慧 佛的知 佛知者 那佛之鉴是什么呢 就是讲的是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 那都是说佛鉴 而且可以吸得佛眼 为什么这个四十一个阶位 都可以得到一切种智 因为路出柱 其实就已经有佛的气氛 佛的气氛 而且路出柱 其实可以说 他已经跟佛无二无别了 所以路出柱 他可以一位一切位 一柱一切柱 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他即使是路出柱 一样可以得到一切种智 不只是一切智 也不只是道种智 可以得到一切种智 一切种是什么 佛智 是佛智 所以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这个也是原教阶位的一个特色 法华经又有说 是为诸佛一大事因缘者 同路一圣诸法十相 又说什么呢 又说为佛与佛 乃能够就近诸法十相者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妙觉位 这个就是妙觉位 所以说其实 法华经的经文里面 所呈显的 从无品地止位 一直到妙觉位都有 所以这大事引经做证明 引经做证明 又呢 批育品当中有说 朱子门外锁车 长者各自等一大车 事时呢 朱子成事保胜 优于四方 然后嬉喜快乐 自在无爱 直至道场 那这四方呢 其实就是批育什么 批育开示误入的四十个阶位 那这个也是一样 是说明菩萨的一个修行阶位 然后直至道场 即是究竟实相 的一个妙觉之位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法华经其实有很多批育嘛 总共有七种批育 这七种批育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单单纯粹只是故事 它的批育里面 它含的意思是非常的深的 所以这样子的 这一个就是 那个长者欲 的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可以把那个就是修行阶位来做一个说明 它是一个修行事实阶位的一个就是比喻 的一个比喻 除此之外 在续品当中 其实也有说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法华经 各个品 之后呢 再讲到批育品 之后再讲到续品 一层一层 那再在所显示的 其实就是 原教他在修行的一个就是阶位上的一个就是的一个内容 然后所以续品当中又有一个说明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天语四花 天语四花 四花就是四种花 四种莲花 那四种莲花其实所表示的就是四十音味 四十音味 因为天语嘛 天下四种花 天下四种花 是比喻还是从理向上 理性上来谈的 必尽阴空 然后而语果佛 那使听到的人呢 其实都可以听到一圣十相之法 这个表示的是四十音味 如上所引重经为证 及引经文 明四十二位秉然 皆是无次畏之次畏 答于十相 然后呢 真道损身 论次畏尔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在那个四十二阶位呢 的一个次序上 其实就是不断不断的增长 导致 损我们的一个生灭 然后不断不断的往上提升的 这样子的一个阶层 这样子的一个阶层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有关我们的引经 的一个部分 的一个解释 引经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看就是有关那个名位数当中的第三个阶段 好第三个部分好第三个部分好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 河德大师的回答是 吴敏虽然是无所有 那不有而有 不无皆品 那大致上分呢 是大致上分为四十二品 但是真正的品数呢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要跟众生 算是跟我们的那个就是众生说明的是不要执着于数目之上 那个品一品一品一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数目字 那以大致论上来说呢 无明的品类 他的数目字是很多的 事故呢 处处说破无明三昧 又说什么呢 又说法爱难尽 处处重说般若也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意识 这样子的意识 其实原位的这个部分呢 展示的就是他的一个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有那个众生的一个就是对于法的一个贪执贪念 其实是无法说的 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的一个品数也确实是无量无边 若呢 专对法门寻者失意 那多别解别直 则呢 乖圆荣之道 如此等位呢 莫以繁情举取 不以繁心能宣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品味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圆荣之道 真的其实不是用言语所能够表达的 更何况是用我们这个繁复的一个语言文字 以及繁复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形来做解释 很容易堕入到情见爱见之中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延宣 只要是不可以繁心来做说明 因为繁心的一个就是思量有限 心形呢 其实那个清明度清净度又不够 所以在宣说这个圆荣之道的时候 不够 那个力量能够彰显 所以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那底下呢 自得大师用几部经几个解说来说 为什么不可以说 而且说了为什么其实没有办法去玩尽圆满这样子 第一个自得大师取华言经 就是诸地不可说何况已是人 那就是说这样子 就是说了那个修行皆为菩萨的一个诸地嘛 修行到那个陆地以上 其实是无法说的 何况跟凡夫说 所以且至逝世 若大圣懺悔 发出随喜远信之心 或一悬陀罗尼 亦不可向人说 虽然是种种分别 亦不可解 更何况后面的诸位 恶圣尚不闻其名 更何况那个就是凡夫可以说 那词语有意 大师自说己正也 那这个部分呢 刚刚是讲到那个实地嘛 对不对 那实地好像高了一点 这方是又许原信 原信其实就是外帆位 外帆位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无品地子物的第一个就是出随喜品 对不对 那出随喜品的那个随喜原信心 其实就已经不可以像人家说了 那这个地方其实可能就请同学 稍微注意到一个词 就是发出随喜品的前面有一个 若大圣参会 若大圣参会 主要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在介绍原教的 无品地子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是随喜品 那随喜品其实有包含我们原教的那个 就是浙大师特别 有说明就是那个五悔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修行 那时候没有介绍啦 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有谈到大圣忏悔 这个地方我就顺便跟同学介绍有关那个就是五悔的这个部分 他的内容是什么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头影片 五悔就是五种忏悔 就是天台家以这一个作为修行 主要是法华三昧 法华行的这一个什么 柱行 柱行 那这个柱行就是五个项目 忏悔劝情随喜悔向跟发愿 以这五个项目呢 来作为帮助修行的这一个柱行 当作方便行 当作方便行 所以像行此忏悔的时候 是悔改无始以来 从身口一的三页来造的这个罪过 来做忏悔 来做忏悔 所以修这个忏悔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破什么 破我们的大恶之业 大恶之业 那这个部分 其实一定要用心虔诚心 发入忏悔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 要非常非常置心的一个 就是行的一个工作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真正 助开我们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心 增加我们在修行上的一个 就是道力这样子 第一个是忏悔 可以忏除我们的重大恶业 第二个呢是劝情 劝情 劝情这个地方其实有谈到两层意识 第一个是见佛将入涅槃 劝情出示利益众生 第二个是什么 见佛出成正觉 劝情转法轮度众生 同学说这个好像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把佛的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把它换成我们的一个 善知识 或者是我们的师长 就是师父啊 我们接近的这样子的一个 请义的一个善知识 这个也是属于劝情 比如说民国初年有很多 就是大德 这样子的一个注释 燕光大师啊 旭运老和尚啊 红衣大师啊 遇到这样子的大善知识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劝情 就可以劝情 因为它毕竟其实帮助我们 在修行过程当中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善法开发 这个修行上其实都是一个 很大的利益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劝情 那这个劝情 其实有助于我们 对于办法罪的一个 解施 解消 解消我们的办法的一个过罪 这个是劝情 随喜呢 就是用内心喜悦的 称赞他人的这个善行 称赞他人的善行 这个随喜 其实就是一般般我们的 那个随喜的一个就是工作 其实就是可以减低我们的嫉妒心 我们这个嫉妒心 其实那个以随喜的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 其实就可以就是破除 这个破除 所以随着他人的喜悦 所以他人其实不管说是有德 或者是他人其实有名 那各方面的一个利益的时候 其实不以嫉妒之心 然后看待他人 很难 因为这个心的部分 是要用我们的那个内心 去开发我们这个善行 才有办法跟同他人 一样同时喜悦 他人喜悦 我们也跟着他喜悦 然后称赞他人的善行 这个是有关随喜的这个部分 第四个呢是回向 回向就是三叶 就是圣口意三叶 所修的我们的一切诸善呢 都回尸给法界的一切众生 同正菩提 你看我们的那个心的开展 是非常非常的宽广 因为有办法怎么样 回尸给法界一切的众生 而且不只是这样哦 让这些众生可以同正菩提 同正菩提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 破就是我们诸有的这一个罪 诸有的罪就是执着啦 然后执着一有 然后执着自己本身的一个 就是见解的这样子的一个过失 所以这个回向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那最后一个呢是发愿 就是发愿呢 那就是修正道果 所以说如果不发心 那么万事其实是不可能会成就 所以诸佛菩萨都是从发誓愿 来成就正觉 来成等正觉 包括发菩提心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发生愿 没有起生的悲心的话 我们菩提心开展不起来 开展不起来 所以以这样子的发愿的一个功德力 其实我们的功德 是非常非常不可限量的 所以无悔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行门的这个部分 能够做的话 其实就可以助于我们在外反卫 原教 原教哦 原教的外反卫 这样子的一个 不断不断的一个生根跟开展 忏悔劝请随喜 然后回向跟发愿 回向跟发愿 这个是有关那个无悔方便 它可以助开我们的关门 关门 而这个关门其实就是我们原教的一个关门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 关门开展的时候 我们一心三观 一心三地的修行上 其实就是很快可以获尔开明 获尔开明 这样子的话 原解其实也就是成就有期 原解成就就有期 这个是有关无悔 有关无悔 就是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顺便跟同学介绍 前面我们没有介绍到的这无悔的这一个部分 好 在这里呢 随喜原信 其实就不可以像人家说 不可以像人家说 再来就是深吻学思念处发暖忍 就是层次越来越低 层次越来越低 都不可以像人家说 那声闻就是我们的那个是声闻圣者 他修学思念处的时候 修学思念处其实同学知道吗 修学那个思念处到四上根的暖点忍 是第一位的四上根的这个暖法 也不可以像外凡说尽 单单得到这个暖法 其实就不可以像外凡说尽 外凡就是外凡位的众生 其实就无法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然后社种种解 亦不能知 幼稚实事 那不止这样 如果有人坐禅 入出禅 出发五知 出发五知就是循世喜乐心意尽性 出禅的这个五知的时候 那这五知呢 其实当你发这五知 不可以畏证者说 所以说的其实不止于事无补 有时候别人会误解 误解就是对于你 就是发了这五知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别人就是对于你 所发的的一个疑惑 或者是信的这样子的一个曲解 然后是不是会对于法的一个信心动摇 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法上的一个曲解 其实是不是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社方便说 比异不解 幼稚实事 这个都是我们修学上的 从实地 从那个就是原教的随喜品 从声闻的暖胃 从修产者的一个出产 这个都是属于我们修学上的 然后又且之事 事事讲到世间的 单单世间的就是 着轮人不能够以其树受其子 更何况诸生法而可说也 就单单世间上的事情好了 着轮的意思就是 他是坐那个木造的车轮的那种人 其实坐以前嘛 以前不是有那个就是 那个车子 古时候的这个车子 他有那个轮子 他要制造那个轮子 其实也是要功夫啦 那制造轮子 其实就是一个属于那个 要有那个工艺技巧的人 才有办法去做制造 那这个车轮人呢 其实他不能够以其树受其子 为什么他不能够以其树受其子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典故 也是一个典故 比如说这个典故是 主要是齐皇公跟这个车轮人 就是制造轮子的这个人 他的一个对谈 他的一个对谈 那这个典故其实是来自于 就是古时候的一个就是 那个就是那个文章 就齐皇公其实有一天 他在看书 他在看书 然后这个轮轮人 这个人呢 其实看到齐皇公在看书嘛 然后他就放下他的 手上的一个工具 他的锥子 还有他的沼子嘛 对不对 他在制造轮轮嘛 然后就走过去 跟齐皇公讲说 你在看什么书啊 然后齐皇公 都是圣人的话 然后 这个拙轮人很有意思 就跟他讲说 圣人的话 那圣人还在吗 然后那个齐皇公 这个圣人都已经死了 流出下来嘛 所以都已经死了 然后这个拙轮人就说 既然已经死了 那君王 你所看到这个书 都是招搏 招搏就是不要的东西 都是不要的东西 然后齐皇公听到这个事 非常非常不开心的 他说 你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的话 你其实应该要 理当要论死罪 那这个拙轮人其实就 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状况跟齐皇公讲 他说 其实像比如说 以我在做这个拙轮 这样子的一个功夫来讲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 我做拙轮要吻合 他的那个就是轮准 太松了的话 其实也不可以 太紧了的话 其实也不可以 那所谓的松跟紧之间的哪里 无法用言语所表达的 这个其实必须要自己本身 去亲自去实践 你才会知道所谓的松 然后跟紧之间的一个拿捏 那因为没有办法 去用言语表达 我又没有办法跟我的儿子说 所以我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一直没有办法直接传下来 所以我已经七十几岁了 到现在我还在做 这样子的一个功夫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窍诀 其实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 所以我的儿子没有办法去领会 那古人这样子的一个言语 一样的意思 那种所谓不可言传的东西 其实跟随圣人的消失 就已经不见了 那剩下来是什么 剩下来不是所谓的昭伯吗 其实讲这话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确实 那其实也是一样 我觉得可以用在我们修行上 真的修行其实就是用 需要去证明的 需要去取证 需要去体验的 需要去体验的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用世间的一个方式 然后来做 就是有关智德大师前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所以后面的一个说法 就是末代学者多值经论 方便断服跟斗争 就是对于所谓的教法上的 一个不一样 而有各执己见的 这样子的一个争论 如谁信任不隐暗之 此呢乃诸佛复原 不思义之欲 随机增减位数不同 而呢位正得空真何为 普愿法见众生归生习争论 入大和和海 所以这个是智德大师 他的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对于所谓他的一个 我们那个修行 正名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明 而且也凸显原教的 这一个不可思议 以及不可言说 底下又用四句的这个料检 来做那个原位上的一个说明 四句的料检 一样就是开跟和他的一个配合 第一个是开出和后 第二个是开后和出 或是出后聚开 以及出后聚和 出后聚和 那这边用大经 大波涅槃经来说明 33天的一个不死甘露 33天的不死甘露 就是降跟乘共福 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可以比喻那个诸位 就是修行阶位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以33天不死的甘露 来比喻诸位 前面是开 开前面三十星 前面三十星同学应该知道 就是实地 实行实回向 那这三十星呢 和实地是一 等觉是一 譬如什么 譬如三十二 成位 寓于阴位 所以三十嘛 加一 然后呢 再加等觉一 所以总共是三十二 那三十二呢 是阴位 阴跟果的一个就是 对应嘛 阴位 那妙觉是主 比喻的是果位 所以加起来 刚好是三十三 君呢 知与臣同辅甘露 阴之与果 具正常乐 若呢 不以原位来解释 这样子的一个文 是很难去体会的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所讲的就是 开出和后 以名原位也 所以开的部分 其实就是前面 和的话就是后面 所以就是开出 出前面的三十位 然后和后面的实地 跟等觉 妙觉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 其实就是在讲 原教位 当中的其中之一 这是第一个开出和后 那底下我们再来看 若呢 十四般若和三十星呢 为三般若 开实地为十般若 就等觉呢 为十四般若 那么这个都是因为 转入撒婆若 即是果位 撒婆若其实就是 一切种制 就是佛制的意思 所以这里呢 其实就是和前 开后 刚刚刚跟我们前面的 开出和后是 相反的 相反的 那这样 其实也是说明的是原位 若呢 四十二字门呢 即是 初后聚开 初后聚开 以名原位 愿每一个阶位 其实都是代表一个字嘛 所以是初后聚开 若天语四花 表开示误入 由于四方者 那么此呢 即是前后聚合 因为合什么 十合为一个字 所以四个字嘛 就加起来就是四十个位 所以前跟后 全部都合 所以如今呢 开合不同 西式 皆是呢 西坛方便 而原位 婉斩仪 这是有关 原位的这个部分 原位的这个部分 那以上 其实就是 有关 明位数 就是原位 这个位数 它的一个就是 阶位上的一个 高下区分 高下区分 它的一个说明 那也是我们那个明位数 其实等于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 做一个结束 做一个结束 其实不要把那个 就是浙大师所列的 这个部分呢 看得太严重 其实我会觉得 用轻松的方式来看 浙大师对于 原位上的一个解释 引不同的经典 然后来说明 原位上的一个诠释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 细细去了解的话 其实是还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好 来我们看 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就是原教智慧 优越性的第三点 就是原位的 这一个断符 原位的这个断符 那原位的断符呢 我们可以看 就是五品呢 以原解一时施地 就是在五品 帝子慧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 原解一时施地 原解同学应该知道吗 就是对于原法的 原教之法的理解 虽然五品帝子慧还没有正 但是他可以原解 所以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很不可思议 所以为什么在五品帝子慧 其实已经可以为初一菩萨 初一菩萨 他的一个殊胜程度 其实是胜于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胜于四国阿罗汉 很高很高 他的一个功德能力 功德力 好 五品以原解一时施地 其心而念念于法界的 诸波罗蜜相应 遍体无邪取 偏等到 所以他怎么样呢 可以原辅什么 知课根本祸 可以原辅什么 辅末烦恼 课程烦恼跟根本烦恼 虽然是辅 虽然是辅 但是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就是殊胜的 言辅朱课根本祸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就不深谈 什么是致末烦恼 什么是课程烦恼 什么是根本烦恼 这个部分其实同学就把它记得 他是烦恼就对了 所以顾名辅忍 顾名辅忍 那诸教的初心呢 无此气氛 所以这个其实特别标示 在脏通别 他的一个初心 都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原教担当无品地职位 他对于烦恼的一个福 其实就已经可以 就是有功用了 他的功用力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已经开始慢慢在发挥 那用大波涅槃经来看 就是学大胜者 虽然是有肉眼 那名为佛远 那可宗名圣诸尿 例如小胜服暖 佛法则幽 外道则无 经此服忍呢 原教则幽 三教则无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用比喻 比喻什么 小胜跟外道的一个差别 以及来说明 我们原教跟其他三教的不一样 他的一个书胜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无品地职位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食性位 食性位 食性位呢 这个时候福道转强 发得四解 破界内的一个见私祸 以及界内界外的五知成杀 所以在食性位的时候 其实同学应该知道 食性位已经到内反位 内反位其实可以发得 相似解法性之水 所以这个虽然不是真的见到法性里 但是其实他 其实已经可以发得相似解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殊胜程度其实也是一样 胜于无品地职位 那六根清静位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属于那个食性位的 那在这里呢 其实有他可以破得界内的一个见私 以及界内外的五知成杀 那以经来讲的时候 其实就是德三陀罗尼 但明四道 未是真道 那玄陀罗尼呢 是玄甲入真 百千玄陀罗尼呢 是玄甲入俗 法音方便正是辅到 未得入中 那如呢 音若经当中的从甲入空 那虽然是断见 见祸跟私祸 但离虚妄 名为解脱 那其实未得一介解脱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 可以说是解脱 但是还没有真正达到解脱的意思 所以这里为什么叫相似解 或者是相似卫 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那六根清静位 在圆轿呢 卵顶四三根 卵顶忍是第一位的四三根 那属于我们的食性位 那这里呢是属于柔顺忍 然后也是福道位 所以这个福道位呢 其实就是属于食性位 也是属于五品弟子位 就是这两个啦 就是五品弟子位跟食性位 都是属于福道位的 这个部分 福道位 为什么叫福道位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烦恼 压扶住 压扶住 那这边呢 其实从那个第三个部分嘛 我们讲原教位的 约约性的第三个位 的第三个部分的 原位断福的这个部分呢 那这个福的 这个福道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包含两个 一个是五品弟子 那一个呢是食性 一个是食性 那那个五品弟子呢 是属于福人 福人的这个部分 那那个就是食性位呢 是属于柔顺忍 柔顺忍 就是有关用 人王经的这个五忍的 其中两个 一个是福人 一个是柔顺忍 来作为这两位 这两位的一个说明 这两位的说明 那这个福人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看过 什么是福人 什么是福人 因为他其实对于戒外的 那个有关我们的 之末烦恼 课程烦恼 跟根本烦恼 这个部分呢 其实可以把它压伏住 而且这个是属于圆伏 圆伏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因为可以圆伏 所以其实就是属于我们的福人 属于我们的福人 那在那个就是柔顺忍的部分呢 主要是心呢 可以在我们的实相的这一个道理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可以就是柔 心柔而且可以质 可以去顺 心柔质顺 那顺着我们的这一个实相的智慧 所以名为柔顺 所以名为柔顺 因为不会去违背他 不会去乖伏 不会去乖伏 所以名为柔顺 名为柔顺 那这个是有关福人跟柔顺忍的一个区分 那二者都是属于福道 因为他们对于烦恼 都有压福的一个作用 一个是借着我们对于烦恼的一个对峙 一个是对于我们什么呢 我们对于那个实相之理的理解 然后而有对于烦恼的一个 更深一层的一个就是压福 所以两者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其实都有那个福烦恼的一个功能 福烦恼的功能 那底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进入初注 进入初注的时候 那进入初注其实就已经不只是压福 他已经就可以见到了 真正见到 所以若入初注呢 得真法因托罗尼 正破无名使民断道 所以他可以断货 可以他断货 他不只是福道 他是断货断道 见法性常住第一义礼 名为原教无生忍 那实行是会向实地等绝 这个都是破无名 一瓶一瓶这样子往上 那同是无生忍畏 所以这个无生忍畏 其实是跨41个阶位 跨41个阶位 那他其实就是等于说 对于无生法 他的一个信寿 而且可以通达 没有这个障碍 而且不会退 所以这个是无生忍畏 到妙觉的时候呢 断道宇宙就近成就 所以名为极灭人 所以名为极灭人 那若约为别叛 服忍顺忍 这两忍 但服而不断 刚刚其实我们有看 但服而不断 例如无碍道 那妙觉一忍是断 但是不服 例如解脱道 所以无生一忍 一服一断 亦无碍亦解脱 若论通义 那妙觉极灭人 亦明呢 无生忍 亦明无生忍 因为这个无生忍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是 那个就是有那个断的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妙觉极灭忍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可以称为 无生忍 那无生忍就变成说 有生跟浅 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那大涅槃经有说 对于涅槃的解释是什么 涅是不生 槃是不灭 那不生不灭就是大涅槃 那亦明福忍 这是大涅槃经所说的 那仁王经有说 从出发心一直到金刚顶 皆明福忍 那福是什么意思 福是贤的意思 贤 贤是什么意思 贤就是在圣之前 就是等于说要成就圣者 之前的这一个 就是修行的一个 就是之前的一个 比如说他的一个前方便 他的一个就是外反内反 他的一个就是成就圣者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那福是贤义 那普贤菩萨居众福之鼎 那福忍既然是通 顺忍可解 那福顺既其通上 即灭无生亦通下 有时候其实这个福忍 他可以通上 那即灭无生也是样是可以通下 通上就是通圣者 那即灭无生就可以通下 圣者之下 意思是这个样子 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在这个地方他是举什么 举大涅槃金跟仁王金 来对于福忍 他的一个扩大解释 就是不只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五品地子位 跟我们的六根清金位 可以称为福忍 大涅槃也可以称为福忍 那既然福忍他可以通上 那即灭无生 一样也是样可以通下 看怎么样去做解释 那底下又有几部经 又有几部经就是什么呢 就是施义经 说一切众生极灭金定 那静明经说一切众生皆如 如就是无生亦就是那是无生 就离是极灭 又分正为极灭让果为无生 就有关无生呢 跟极灭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到底哪边不一样 就从事跟从理 来作为无生跟极灭的一个理解不同 那这边呢 就是事从事上的一个就是断除 事上就是那个就是烦恼 或者是祸的这一个断除 所以这个断除祸 断除烦恼成为无生 从正德理上来讲的时候就是极灭 所以就是分正是极灭 让果是无生 让果的意思就是还不到果的时候 还不到果 他是在断除祸的这个事项上来说的时候 那么他就是属于无生 他就是属于无生 那就是有关无生跟极灭 他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区分 大致上的区分 所以若阅因果呢 亦有通别 通的话是一切众生即大涅槃 那么即是约因论果 佛信者名出为因 那么此呢即是约果论因 就是角度不一样 那么再看到因果的这方面的诠释 就有不同的一个就是说法 那大波涅槃经说 就是是果非因 名大涅槃是因非果 那么名为佛信 了解佛信呢 乃是与佛故意得是因 所以这个因跟果 其实我倒觉得没有那么绝对的一个区分 等觉旺妙觉为因 旺菩萨为果 自下已去一因 亦因因 亦果 亦果果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法 那有关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就是在那个就是原位断符 一直到这个地方 同学可以稍微就是再看一下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再从分别意的这个部分来看 就是有关福忍 顺忍 无声忍 以及极灭忍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自得大师又有做比较多的 一点点的一个说明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往下看 就是他到底就是怎么样的一个 去分别区分的一个解说 那同学先休息一下 同学奥弥陀佛 有没有一阵混乱的感觉 到现在终于那个就是 清晰见字了 清晰见字了 在进入课程之前 我想就是跟同学就是 分享一个典故 分享一个典故 算是在那个就是忙乱之余 先那个一些有一点点 那个就是有点轻松以下吧 有一个禅师叫道配 为灵道备禅师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 那个字就是不用特别去把它记下来 因为它的字比较特别 为灵为就是为什么的为 灵就是有一个语字 然后下面是双木林 道是道德的道 然后配呢 其实就是也是一个语字 然后丰配的配 为灵道备禅师其实它是属于 静代的禅师 静代的禅师 它就是比较有名的 它的一个就是试迹 就是它有著作 华颜金 华颜金术 华颜金术的一个就是 那个就是 转药 华颜金术的一个转药 那它所著述的其实内容很多啦 总共有120卷的巨作 那这120卷的巨作其实并没有传 并没有传 一直到 那个有一天就是我们当代的红衣大师 他其实有一次他在福建古山永泉市的一个藏金阁 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巨柱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巨柱出现 而呢当时其实才那个就是轰动 而且就是有人看到 那红衣大师看到 然后才赶快把它就是影印好几侧 然后分送到几个很重要的寺庙 然后广为流传 广为流传 有时候其实这个威颜道陪禅师 他主要 他的一个就是 为世所知名 就是他对于华颜金的一个深入 对于华颜金的深入 而呢他其实是 那个有一个就是原贤 原贤大师的一个 迪传弟子就是禅宗啦 禅宗原贤大师的一个弟子 而且他算是古山禅 最优秀的一个继承者跟红传者啦 那当然其实我们其实 可能同学大部分的人 其实对他名称不太熟悉 这个都没有关系 那今天其实稍微就是跟他 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他的一个就是典故 而他虽然说是一个禅师 然后又著作什么 又著作华颜金的一个术 但是其实他学 其实不是专于一宗一派一家 他其实算是一个通家啦 他是一个通家 因为他其实不只是就是学习这些 而且他学习所谓的禅宗华颜天台 他有接触净土啊 然后绿学这方面 其实战法这方面 其实他都有那个就是研究 所以他算是一个就是通家啦 算是一个通家 而且一生他其实就是追求智慧 然后呢追求生死的解脱 然后度己度人这个样子 那要说的呢 其实就是有关他其中的一个典故啦 其中的一个典故就是说 其实所谓的要做到那个五分别心 其实是很难的 五分别心其实是很难 那他呢其中有一个典故 因为其实他对于华颜金的一个号要 所以他有一天 其实他就是在研究什么呢 研究华颜金 那其实你研究华颜金的经典 你一定会研究什么 一定会研究那个祖师的论著 要不然你其实直接看经典 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啊 尤其是越到后代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佛弟子 其实越触不可及那个佛的智慧 没有办法去接触 所以他其实就是研究华颜金之余 他会看我们那个就是陈观大师的一个清凉述超 清凉述超 而且会看那个就是里长者的这一个论著 里长者的论著 就是唐朝里长者的这一个论著 都跟华颜金有关 都跟华颜金有关 然后他就是从他这些论啊 主持到的这些论啊 然后把他们很精药的部分 把他提出来 所以转起重要者 叫做华颜金刚刚所说的 金术的这个转药这样子 因为他这样子的智慧 可以说是完全专心 几乎快要达到那个无分别的这个状态 有一次那个适者送点心给他吃 然后放在他古时候的人 其实都是用毛笔 然后去写那个就是他的一个论著 对不对 然后就放在宴台的旁边 然后他就适者就走了这样子 然后适者 然后过了一会儿要跟他收那个盘子的点心 发觉点心还在 可是那个祖师的嘴唇是黑的 而那个墨就不见了嘛 他把墨吃下去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夫 而点心还在 所以其实他已经达到这个专心自治 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分别的这个状态 食而不知其味 所以真的 其实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我们的一个烦恼心 其实是不太可能起来 因为我们是专心置之在我们的一个 十项法的一个境地当中 所以为什么如何在修行上能够行住坐卧都是道 然后在那只忙忙碌碌之语呢 能够就是不让我们的烦恼升起 其实是还需要我们去用功跟下功夫的 当然其实这样子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无分别心 不是我们所谓真正的无分别心 只是说把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禅师的一个 就是用功修行的过程 这样子的一个精彩 把它稍微提供给同学做分享 那这样子的一个根本无分别会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无分别境界 这个境界其实是要达到这个境界 等于说有点像禅宗的这个言语道断心形储灭的这样子 能够思思不到 有没有能够了别无法去了别 不是我们的视察寻师的心所能够了达的 这样子的一个言语道断心形储灭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 但是这样的境地我们常常是依照经论 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去看这样子的一个境地 但是真的是食没有真正去吃 真的是不知其味 不知其味 但是其实我们其实今日上有说 今日上有说 其实当我们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根本智慧的一个 就是静定之时 那出定之后怎么办 就是还是凡复一个 没有错啊 还是凡复一个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这个分别心不起的时候 我们遇到我们的境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依然 依然其实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谨慎的取舍因果 我们对因果还是要非常非常的了解明了 而且要谨慎的去取舍 因为我们一样是要明因是果 而且在因果上 其实要非常非常的清清楚楚了了分明 而且要怎么样断恶行善 累积福德智慧 这个是那个祖师大德一代的一个交代的 所以其实在修行过程当中 其实我会觉得彼此互相勉励 就是我们的见见解 当渗入金藏的时候 见解会渐渐渐渐的提高是没有错 但是行为取舍上要渐渐渐渐的细微 在因果取舍上 其实到后来为什么圣者之所以成为圣者 因为他的因果的取舍比粉末还要细 因为他可以看到很维系的因果的一个起跟落 所以对因果的一个明因是果 以及就是对因果的一个谨慎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而且就是在这个当下提起正念 烦恼其实就会自然减少 这个其实真的是要依靠法的力量 我们对法的理解 法的力量 正见的一个力量 在这个地方不断不断的培养跟执掌 要不然其实我们对于在那个深入金藏 听闻佛法这样子的一个功用就开展不起来 开展不起来 就听过就听过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子的话其实还蛮可惜的 其实还蛮可惜的 好吧 这个就是一点点的一个 就是看到的一点点的一个小故事 也是一个就是主事大德 供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提息 给我们一个提息 好 那我们再来往底下看 约分别意 约分别意 这个也是讲到原教的断辅的这个部分 约分别意者 然后福 顺二忍 未是真因 就是福忍跟顺忍 这两个忍 未是真因 无声一忍 未是真果 那 这个部分刚刚其实有看过了 从十柱去 名为正因 妙诀 名为真果 就是说当未是真因 未是真果 那什么是真因 就是从十柱入柱以上才是真因 那真正的果才是妙诀 真正的果是妙诀 因为就是成就 就是达到佛的这样子的一个结位 那云和呢 符顺非真因 这个底下其实就是解释 就例如小圣方便之位 不敏修道 见地与去呢 约真修道 就是小圣的方便位 就是七方便的那一个部分呢 其实都还没有见到 更何况是修道 所以那个见地之后 见地之后是见到嘛 对不对 那见到之后才是真的是修道 所以以这样子的比喻 可以知道 今呢顺忍当中断除了见思 如水上有虚妄已垂 无名呢 是同体之祸 如水内乳 只有灯柱已去的菩萨的一个额王 能够窃无名乳清净 清呢法性水 从此以去呢 乃盼真因 乃盼真因 所以就是从灯柱已去 那是真因 其实原教的出注位是很重要的 出注位是很重要 那底下 就是别教判三地或者是四地 断见境 六地或者是七地断思境 那此不应耳 那为什么呢 那无名见思 同体之祸 何得前后断 这个治耳大师是站在原教的立场 来说 别教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其实不可以放在原教这个地方来谈 所以当是别教 父旁小圣方便说 若见先进 则呢 十里无腹有障 云和十里 见不了了 那地词经有说 地词经 那第九 离一切见的一个清净净禅 那这是地词经当中的其中的一句话 那第九是什么呢 第九是等绝地 第九是等绝地 若呢 离见禅 乃成大菩提果 这个是有关那个离间清净禅 他的一个就是 他的一个书圣书庙 可以成就大菩提果 若呢 见先断 等绝 复何所离 说当我们的那个见货已经断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的等绝位 其实是不离的 若思前进 后地 因无果报 几株禅定 这个其实就是比较特别 就是这里其实就用见货跟思货 然后放在我们这个 别圆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地方来谈 这个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所以同学看到这个地方 如果不明了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就把见施 见货跟思货 以及我们的三界之外 又有三界 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比较特别 在这个地方就是放在这里 要不然其实没有办法去通达 所谓的佛法的一个教理 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之后 我们再来往底下看 若思前进 后地应该无果报 以及诸禅定 为什么呢 因为华言经有说明 就是阿僧奇的一个香云花园 不可思议充色法界 那么呢 这个是菩萨的一个 圣庙果报所感的五成 然后这个五成是不是凡夫所感 是菩萨所感 是菩萨的这个圣庙果报所感得的 所以忽耻呢 为什么呢 为玉界 为玉界的私货 为玉界的私货 所以这个玉界已经不是我们凡夫 三界内的玉界 而是三界外的玉界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去通达 就是这里 就是我们华言经所要谈的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明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所以意思呢 就是从界外更立三界 界外更立三界 这是从那个我们的 四教仪的一个辅宏记里面 当中对于这一段的一个解释 要不然你其实真的是不知道 这一段的解释 到底是在说什么 那一切菩萨接入出 无量百千三昧禅定心臣之法 乎此为色跟无色界的一个私货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等于 界外更立三界 玉界的一个私货 跟色界和无色界的私货 所以他那个菩萨所展现的 一个功德力是在这样 像他的玉界私货是怎么样 他菩萨可以呈现 他的一个圣庙果报 所感得的五成 那色界跟无色界的私货呢 就是菩萨可以入出 无量的百千三昧禅定心臣之法 所以他的一个玉界私货 以及色界跟无色界的私货 他的一个功德力是这么大 那若呢七地的一个私禁 上帝呢应该绝六成 何故复言三显十圣住果报呢 若住果报私不前进 所以这里可以知道 如此的见识 可以怎么样通达到上帝 一直到佛的时候才进 才进 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见识 从初住开始 这样子的一个见识 或可以通达到佛的一个阶位 的一个境地 所以说呢 为佛一人居尽处 为佛一人能进圆 事故辅断 如前分别 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 当然这边展示的其实就是 原教义 这边展示的就是原教义 那这边我们再看底下的问答 就是戒内必断 必一定要先断剑 次断丝 后来是无知 那戒外何意 为什么不要这样呢 那资格大师的回答是 戒内呢是山土苦重 所以是先断剑 之后断丝祸 后来一直到 那个无知 的这样子的一个祸 这样子 那戒外苦是比较轻的 所以先断 之末无名 之末烦恼 后断根本烦恼 所以先知后本 又呢 私无知 不仗偏真 未见真理 故呢 先除贱 所以其实就是先除什么 先除掉贱货 先除掉贱货 那戒外成杀呢 是体上之货 远呢 能够仗礼 先却远仗 次除呢 近账 他的货是体上之货 体上之货 不是西 体跟西应该是相对的 是体上货 复次三藏中后生菩萨及 超果二圣 见思统断 一先断思 不超果者呢 前后断耳 就是说其实 见货跟思货的处理 原则上是怎么样 先断见货嘛 然后再断思货 那从上教上来讲的时候 都是这样 没有错 但是有几个例外 像比如说 后生菩萨 其实他就没有从果 因为他不论果嘛 不会从正果这个地方谈 还有超果二圣 什么是超果 超果的意思 其实同学 应该有一点印象 就是说 他的那个果 也可以用跳的 不是说 我先认出果 再称二果 再称三果 没有 就是说他其实果位 可以从还没有见到的时候 直接跳什么 直接跳二果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不用先断见货 他可以直接断思货 跟见货一起断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后生菩萨 跟超果二圣 其实是有例外的 就是见思同断 一先断思 那不超果的话 就是前后要跟着次序来断 意思是这样 这是三藏藏教的一个就是 身文圣者以及后生菩萨 通教也是一样是有超跟不超的 这样子的两层意思 别教前后要前后断 他是有次序的 原教是同断 就是从初注位的时候 那前后质问 但见一徒二 这个是对于处理见货跟思货 有不明白的地方 自得当事在这个地方 其实算是很详细有解答了 很详细这样子 好以上其实就是第三个 原教的那个断斧的这个解释 断斧 其实原教断斧 其实真的有展现 原教为断斧它的一个功能 而且真的是有凸显原教的 它的一个优越性 在这个地方其实有说明 其实我们从刚刚开始看的时候 一直到这里 其实应该有 同学应该有体会到 原教的一个殊胜 原教的殊胜 那我们看底下的第四个 第四个 第四个是什么呢 第四个就是有关功用 就是原教的这个功用 功用是什么 功用就是度化众生的功用 就是有关在阐明 原教为他度生利他的 这一个功德 这个是有关我们第四个 明功用的这里所要谈的 所以我们那个功用跟曆生 是联系起来一起来看的 那我们可以来看 若分字解义 功论自尽 用论是什么 义务 何字结者正与化他 所以两个一起来看的时候 其实主要是在讲化他 好化他 那五品之卫呢 理虽然是未显 但是官慧呢 以缘 所以具烦恼性 能够制造如来秘密之长 堪为世间作出医治 所以其实不要小看 自得大师只有五品地子卫耶 那他其实已经堪为世间作医治 而且他虽然是那个 他的一个真正的法性之力 还没有显 但是他的一个官慧以缘 以缘满 只不过他其实还有具足烦恼性 真正还没有断除 那个所谓的那个 祸的这个层面 还没有真正断除 所以有官慧以缘 可以看作世间之医治 这个是第一个初医治 初医治 那医治此人犹如如来 所以就是当医治 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可以跟如来不相上下的 所以当之不久 异于道树 尽三菩提 一切世间借因向力 一切贤胜皆乐见之 这是有关五品之味 那若呢六根四节 元官转明的时候 长别苦海 能以一妙阴 遍满三千戒 随意所致 一切天皇皆向其处听法 其人有所说法 能令大众欢喜 所以不管说是五品弟子位 还是六根亲经位 都是属于第一医治 属于第一医治 那这个第一医治叫做初医 叫做初医 那这个初医一直到四医 是来自于涅槃经的 所以那个涅槃经有标四医 那医呢 其实跟别教跟原教的法是相通的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约别教的一个方式来作为判别 那他的一个判别是怎么样 判别是地前是初医 登帝到三帝呢 断建境是出国嘛 是虚头环 然后到五帝庆斯 名思头汉 是第二医 那到七帝 十境名阿拉罕 是第三医 八帝到十帝呢 玉瑟心三喜境 是阿罗汉 那么这个是第四医 就是一般的人 他的一个就是判别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推远望别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约十柱 然后来说三医 对于柱前呢 就是有四医 若始终判 就是五品跟六根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就是初医 那十柱呢 就是二医 十行十回向是三医 十地等绝呢 是四医 十地等绝是四医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举不同的说法 那智德大师是从始终判的 这个地方 来做那个有关 初一 二一 三一 四一 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法 那从呢 初处以上 总论功用 若数工未深 很用不广 那数工若深呢 很用必广 这是一定的 你的功夫越深 你的利益才会广啊 对不对 所以你的功夫不深 你不要说利益 很容易怎么样 被连根拔起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譬如诸数 根深则之阔 花叶已多 那初处 数破一分无名 或一分三 二十五三昧 显一分我信 所以初处 其实就可以怎么样 破无名 破无名 那论其实处呢 是不可思议的 可以异于教门 那何能则百佛 世界分身散隐 做始法解之相 利益众生 利幼众生 如是 住住 宿住 备备 转身 无名 渐渐进 三昧 转转真 我信 分分显 很用稍稍广 就是有关 初处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 慢慢慢慢增长了 然后 千佛界 万佛界 横杀佛界 不可说不可说的佛界 聘儒世界 八相成道 教化众生 更何况是 其他九法界之生呢 你看佛界生 其实就有办法 就是展现这个样子 那诸行诸地 亦夫如是 论其满足 唯佛与佛 才能够就近无名之缘 所以经中有说 如佛心中无名 唯佛法王 住就近王三昧 毕如这那法生 恒舟法界 树极菩提 大功圆满 圣用俱足 那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在讲到 圆教他的一个的 功用的 一个什么的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他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 倍倍转生 那倍倍怎么样 增广 倍倍增广 这是有关 第四个的 明功用 第四个的明功用 好 那第四个其实就是讲的谈的比较少一点 第四个就谈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来看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 通诸位论出庙 就是通诸位论出庙 其实同学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词 诸位是哪 什么位啊 就是障通别远的四位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用我们这边的一个 三朝二暮的这个诸位 来做说明 那三朝二暮 其实也就是我们 就是自耳大师所判的 这个四教位的这个部分 那他所显示的初跟显示的庙 在这个地方 其实自耳大师就是来做 就是解释 来做解释 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往下看 来往下看 这个所谓的初跟庙 他的一个分别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就是 的一个初跟庙 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 好 从小草开始来看 从小草开始来看 小草其实是人天 人天圣 所以小草呢 只免四去 不动不出 所以他只是怎么样 只是免于四二道而已 算是三二道加阿修罗道 就是四去 不动不出 那中草呢 虽然是有动跟出 但是智呢 不穷源 恩不及物 这是什么 这是有关那个 生文圣者 他的一个局限 他的一个局限 所以他的局限就是 顶多到怎么样 出三界轮回 然后到于真空涅槃 然后呢 在立他的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没有办法 所以他的恩呢 不及物 智呢 没有办法穷尽原底 因为升官空的时候 空可以再升官 可以提甲 再体到 体会到空的更深层里面 还有甲 这是中草 来看上草 上草虽然是能够奸祭 但是灭色为拙 为什么 因为上草是属于什么 藏教菩萨 藏教虽然他称为菩萨 但是他的目的最后 还是怎么样 还是一样是灭色 就是归于什么 究竟的一个 极灭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 所以他的一个就是 究竟还是属于比较拙的 不是属于菩萨 真正的一个大菩萨 以利益众生 作为他的一个 就是菩提的一个志向 所以上草虽然是可以奸祭 但是他是属于灭色为拙的 还是属于拙的 那进入小树的时候呢 小树其实就是我们的通教 小树是通教 那通教其实是 度化三圣的众生 所以通教虽然是巧 但是供其界内 故呢其未皆出 就是以单单通教的 这样子的一个教法 他主要还是在处理 三界内的一个就是烦恼 所以即使他在跟我们的 一个藏教的一个行者 做比较的时候 他其实是属于 提空的一个方式 来入他的一个就是修行 跟藏教的一个悉空 其实是那个巧拙他差很多 但是可惜的是 他真正的一个究竟 还是一样是在处理 三界内的一个烦恼 所以就是相形而下 他还是属于粗的 还是属于粗的 那大树位跟十四位呢 就是我们的别教跟原教 别教跟原教 它呢它是同源中道 皆破无名 具有界外的一个功用 所以就是有关三朝恶目的一个 三朝跟小树是粗 大树跟十四位的这一个部分呢 二者是属于庙的 所以粗跟庙在这个地方 其实有做分叛 但是呢 大树是别 十四是圆 所以从这两者 再来做分叛 所以而呢 别教从方便门取进 迂取迂回 所应触着 那么他的位是属于粗的 就是他其实没有像原教这样直接 所以原教直门事故为妙 从他们的一个通达的一个方式来看的时候 其实二者还是有粗妙之别 有粗妙之别 又三藏菩萨全不断获 望原教五品有其有略 同不断获事故延期 五品原解常住 比全不稳常住 事故为略 这个什么 就是有关三藏菩萨 跟原教的一个五品弟子位 从阶位上来比的时候 两者其实是齐的 但是呢 因为他们都不断获嘛 所以是齐 但是他们有没有殊胜 有 因为五品弟子位 他是原解常住 原解常住之法性 所以那个 跟那个三藏菩萨的一个 就是区分 其实他的一个高下之别 是差很多的 所以那个原教的五品 跟三藏的菩萨 其实就有略跟妙之分 因为三藏菩萨属于略的 那三藏佛位呢 他断见诗 那跟我们原教的六根亲近位 是有齐有略 他们齐的部分是同除四柱 四柱或 同除四柱或 那此处为齐 四柱或其实就是五柱少了五名 五名住地或 那如果说是福五名的时候呢 那么三藏则略 三藏则略 就是两者他们的一个区分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哦 单单佛三藏佛 比六根亲近位他是略的 所以佛尚为略 那二胜可知 所以当之三藏朦胧 生用前段 故呢 齐未皆出 齐未皆出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可以看到 就是初跟妙的一个差别 在这个地方 那再来 若甘惠帝跟信帝 望无品位 我不同学对于这个帝 还没有印象 甘惠帝跟信帝是哪一教的 对通教 就是初地跟二地 所以同学其实很有印象 那望原教的无品位 也是一样是有期有略 那就是跟前面可以做一个 就是推啦 可以类推这样子 那八人地与六地见诗敬 这个一样是通教的 那七地呢 修方便一直到佛断习敬 望原教的一个四解 一样是有期有略 立前可知 那当之小树之谓呢 未有甘惹缩婆之能 事故皆出 那这个小树位 其实就是通教位 通教位 那这样子的一个 甘惹的意思是什么 甘惹的意思是 他的能力还不够高 甘惹其实就是有 那个是高露云霄的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啦 意思是说他还没有 就是像就是我们的大菩萨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无甘惹婆说之能 事故呢 皆出 若别教实性望无品味呢 有期有略 通味断获 事故为其 实性立别 无品原解 此则为优 所以怎么就是推 就是原教别教 就是通教别教 然后跟原教比起来 其实就是有优略之别 那别教实注 断通见思 实行破尘杀 实毁向浮明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跟原家的一个实性位 他的一个旗 那优有他的一个优 有他的一个略之分 如果登地破无名呢 就是跟原家的一个出注位期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别教跟原教 他的一个阶位上 别教的出地 跟原教的出注 这个部分两者是一样的 一样在哪边 一样破无名 一样破无名 所以为什么别教其实入出地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跟原教相通的意思 是在这里 何者 若实地 实品破无名 原家实注 也是一样是实品破无名 设开实地为三十品 只是原家的一个实注 三十品期 若与为论呢 原家不开实注 何取三十星为三十品 与别家实地的一个三十品等者 则实地与原家的一个实回向期 这个是有关那个他们开跟合的 这个部分的一个不一样 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出地 出地跟出注 别教跟原教这个地方是期的 那有关开三十星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跟那个原家的一个实回向 这个地方期 这是又不同的一个就是说法 若夺而为论呢 别家的一个佛地 跟原家的一个出行期 与而为论呢 就是别家的佛地 跟原家的出地期 所以可以看到什么 原家 就是原教 他的一个就是修行 他的一个出圣 其实在出行的时候 乃至到出地的时候 已经是跟别教的佛地是期的 那更上去更不可思议了 根本没有办法 别教的那个就是佛 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了 单单 别教的佛都没有办法想象 原教的什么 原教的出地以上的菩萨 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 就是思考考量到 意会到原教的这一个不可思议 故知别教全说 叛佛则高 忘实为言 其佛有下 譬如呢 遍方未尽 受观则高 定觉论勋 至观则下 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高下之别 其实不是说高就是高 说低就是低 要看什么 要看他是从哪一个教来看的 所以别教全说 虽然是高 但是他是出的 那原教是说 虽然是低 但是妙的 就好像出地 就原教来讲的时候 他虽然出地跟别教的佛 其实是有高下之分 但是一个是出一个是妙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理解 那从这个此辟呢 可以解 以我之因为辱之果 别位则出 当之大树虽然是聚为 要因余地 方见生长 是之呢 原位从出之后呢 皆是实说 那实福 十段 所以拒接称妙 拒接称妙 那为什么在那个原教的外凡位 就这么的殊胜的原因 其实真的 那个位阶虽然是低 但是是妙的 但是是妙的 那我们来看大致多论上 他的一个说法 譬如呢 有树 明曰好间 在地百岁一出呢 几掌百丈 盖呢 种树顶 以这样子的一个大树来比喻什么呢 比喻原位 比喻原位 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尾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第五个 第五个 就是通诸位来论出庙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更显 就可以更体会 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书圣 他的这个庙 他的这个书庙 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 这是有关第五个 就是智耳大师要让我们知道的 要让我们知道的 原教优越性当中的一层 那之后呢 就是已经知道原教的优越性 原教的书圣 不可思议 同学一定有说 那其他三教为什么还要存在 那原教就好了啊 既然原教这么书圣 是不是 那智耳大师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一层一层 就是要让同学知道 明位心 就是 虽然原教书圣 但是障通别要干什么 有他们存在的必要跟价值 所以其实为什么障通别 那四教包括原 其实都有 必须要存在 必须要存在 所以叫卫心 卫心 障教通教 别教跟原教 每一个教法其实都要 就是 都要 都要存下来 都有它的一个价值 都有它的一个价值 为什么 适应不同的众生 适应不同的众生 好 我们底下来看 就是有关 明位心的这个部分 问 全位皆出 佛何以说 这个就是刚刚 跟同学说的 就是前面的都是出的 那佛为什么要再说 这些出法干什么 所以怎么样呢 若随戒内耗耀 界内的众生 三界内的众生的一个耗耀 那么就要说什么法呢 说前面两教的法 藏教跟通教的法 其实同学应该可以 我觉得应该可以体会 我们对藏教跟通教 是比较相应的 一定是 尤其是藏教 我们一定是知道 世间的一个苦 苦无常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无常之法 渐渐渐渐渐的 被我们佛教法所吸引之后 再深入 原来佛法不止这些 进一层进一层的 慢慢的提升 这前面两教 随着界外耗耀 说后两教位 那有另外一种众生 是根基更深的 他一听到菩萨 菩萨的一个菩提心 他是被这种菩提心的 殊胜所吸引的 所以这样子的众生 其实一样 一样是需要 更需要度化 因为根基力 根基力 所以就是 界外耗耀 说后两教位 所以佛法的一个广播 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不止这样 界内界外 其实还有人天散法 也是接引的 其中的一个前方辩 所以当同学知道 什么是在方便 就是接引 方便学习的 这个前行的时候 那更要去学习 真正佛法 所要给我们 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这个才是不枉费 我们真正 真的要在法上 就是探眼学习 深入 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好 那我们来再看 深界内的事善 说三界 三藏位 深界内的礼善 说通教位 所以这个部分 又区分了 藏教跟通教 虽然都是三界内 但是有什么之分呢 是跟礼之分 是跟礼之分 所以 那个 深界内的事善 那么其实 这样子的众生 其实就为他说 三界位 三藏位 深界内的礼善 就为他说通教位 像比如说 无自信故空的 这样子一个道理 有的人其实被这样子的一个 空体空 自信空的道理 所吸引的 那 深界外的事善 说别教位 深界外的一个礼善 说远教位 这是有关别跟远 三界外的 像无量的 有没有 实相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破界内的一个事恶 说三藏位 刚刚是事善 对不对 那这个事恶 是需要破除的 所以其实 要破界内的事恶 说三藏位 破界内的一个礼善 说通教位 那破尘杀的事恶 说别教位 破无名的一个礼善 说远教位 这个还是从事跟礼 但是跟前面不一样的是 前面是善 这里是恶 善就要生 恶就要破 所以从生善 破恶这个地方 两面来说四教 两面来说四教 此外 原事入真 说三藏位 就是要入得什么 入得真空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入 从那个事 从分析的 从事来入得真空的时候 说三藏 从原理的这一个方式 入真的话来说通教 所以个人的号要不同 那从事入中呢 说别教 从理入中说远教 这别远其实就是 那个中道实相 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入 那卫世一顾呢 诸位得心 皆差高下 无量矣 皆差高下无量矣 这是有关 为什么要说这 事教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图 其实我相信 应该还蛮 刚刚的那个文 应该还蛮清楚的 就是有关 随界内的这个号要 然后说 四教不同的法 所以分 身界内的事善 身界内的礼善 界外事善 界外礼善 破界内的事恶 破界内的礼恶 破成杀的事恶 破无名的礼恶 原事入真 原理入真 从事入中 原理入中 就是有关 四教的区分 有关四教的区分 经过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同学 对于四教 有没有更加熟悉 其实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样 这样慢慢慢慢这样进 就是有关我们法华权益的 这样子的内容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点 都会讲到四教嘛 对不对 四教的每一次讲的 都完全不会完全一样 我相信其实对于 四教的一个熟悉度 应该会更加的一个深的 应该越来越不陌生 越来越不陌生 而且很容易掌握到 每一教的一个教法的 核心是什么 是啊 理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 圆真入中啊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我想应该可以 渐渐渐渐渐 更快速的掌握到 它的一个核心重点 好 这个是有关第六个 第六个一个明卫心 就是为什么四教 它要它就是存在的原因 因为 为什么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众生根基不同 就是要为了适合众生 不同的根基而给予教化 所以有它存在的必要跟什么 价值 有它存在的必要跟价值 那卫心呢 既然是有它存在的必要跟价值 那底下自得大师要说的 还是一样是要怎么样 卫废 卫废 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 其实 每一教 其实它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不可能永远都存在 为什么 因为这种存在都只是佛陀方便 施设的一个全巧方便 当其实已经达到 我们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功用跟目标的时候 这种全巧方便必须要舍弃的 必须要舍弃的 所以前面的藏通别 当已经达到度化众生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那已经达到目标了 那么就必须要把它舍弃掉 那必须要舍弃掉叫做什么 叫做未废 叫做未废 这个就是我们第七个重点 就是这道是要来给我们看的 要来给我们看的 这样子的一个权位 它的一个权食的权 它的一个就是必须要舍弃 它的一个原因是在哪一个地方 原因是在哪一个地方 没有舍弃的话反而有爱 我们继续前进 而且你舍弃不掉表示你对于全法的那个情职还在 就是对于那个法其实是你是 是有那个执取心爱取心的 好我们看第七个 明未废 明未废就是离本无畏 畏就是为圆而新 就在理上来讲其实没有所谓障通别远这样子的一个 它的一个教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它没有相的不同 那之所以会有这个慰 其实就是为了众生而新奇的 众生而新奇的 那圆呢既然是跌心 谓呢以跌谢 那非是法华使 那付废也 所以那个就是 需要事诸破利益 不得呢望破望利 就是还是要知道说 它的一个破 它的一个意涵是在哪个地方 合着圆福如来利善上位呢 犬生失散 失散既然是已经生了 说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生起 我们这个善法嘛 对不对 那善法生了 那已经达到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功用 功用组了 那么就必须要废了 就必须要废了 那通教别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法 也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呢是如来破利的 这一个意识 它的一个真正意涵 那如果说是 壁坛或者是菩萨当中 说明菩萨意 那龙树呢往往破之 所以龙树的那个中论 其实主要是以破 当作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论法 然后破什么 破不派佛教的 所以这个壁坛啊 或者是菩萨的这样子的一个 不派佛教的一个论点 在龙树的中论 其实是破的还满 就是满彻底的 为呢其师佛方便 事故虚破 那身佛方便 事故虚利 那这个呢是龙树破利的 真正的这个意思 真正的这个意思 就是破跟利 它的一个两面 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那一般的大圣师 这个就是浙大师他在批评的 他说不整理三藏 那此呢则师佛方便 就是 就是 虽然是大圣师 其实还是一样是要 理解三藏 就是有关那个 就是三藏的一个 就是教法 要跟我们众生所要说的 内容是什么 因为这样才知道什么 佛他的一个方便 在三藏 就是方便施设 三藏法这个拳巧方便的内容 那长途的一个小圣师 探取精益 事所弘之论呢 辩菩萨意 毕菩萨呢 自说菩萨意 而不肯用 这个就是什么 两者 他的一个 取自己本身所需要的 而不往 不顾其他的另外一边的缺失 所以取大圣经 解三藏的一个空有二门 起因相会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有两种过失 有两种过失 那两种 第一个埋佛的方便 第二个呢 张论主不解菩萨意 不解菩萨意 所以真的要知道 那个真正佛陀 所要跟我们讲的法的时候 真的要全盘通盘了解 才真正佛他施设的 这个方便意涵 真正的一个 要给众生的是什么 所以呢 事故虚破 中令引经是大圣意 是何等大圣呢 那所以大圣其实经过 智者大圣的判法 他其实有三种嘛 就是通教比较跟原教 所以像如果说呢 做通教大圣者 通教大圣 那三圣同入真谛 一直到佛的时候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所以他只是入真谛 通教哦 哪得八帝观中道破无明 做通义不成 所以要破 那如果说做别义大圣呢 始从初心与二圣意 哪得六帝将阿罗汉齐呢 做别义不成 事故虚破 又呢 别呢 是方便 直权放食 所以必须要破 这是有关什么 通教大圣 以及别教大圣 为什么需要破 为什么需要废的原因 浙大师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做说明的 那先到这个地方 同学先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 再来看 好 再来看 好 同学 阿弥陀佛 到目前为止 应该还行 解读我们的那个 法华弦 应该还可以啦 我们在 我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觉得很有趣的感觉 我倒觉得还蛮有趣的 而且智德大师非常非常仔细 在解决我们那个 众生可能有产生的疑惑 所以一直不断不断的 对于他的判法 以及佛法的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他的一个道理 不断一层一层的 为我们做解说 好 那我们知道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就是有关三藏通教 大圣别教大圣 他为什么必须要破除的原因 因为有他们的局限性 像通教 其实他有他的一个就是局限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 观中到破无明 那别教呢 他没有办法跟 那个是通教 或者是原教这样 跟其他的一个教法 做相通 所以他们的局限性 其实是有他们的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去通达 整个佛教 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不够圆满 那王者呢 仁王亦定 金亏见其过 所以说需要破除 这个是要必须破除 这些教法的这个原因 必须要废的原因 那身佛方便 赋因虚利 即是金石破利之意 那原教 原教呢 原教起自一师 然后超三权即一时 他的一个静至行为 那跟前面不一样 跟前面不一样 跟前面什么不一样 前面的障通别不一样 若文理有慧 以徒共有失止乖策 请从两岛 先述此意 次呢 明肺位 这个就是等于说 把原教 他的一个不同点 先点出来 之后再来讲 就是我们原教 若佛附基心肺破利者 那从五量一经来讲 五量一经其实很重要 是法华三经之一 那五量法者 从一法生 所谓的二道三法四果 这个有一点 从那个数位 数这个地方 在讲他的一个法的开展 那二道像比如说是顿见 像我们之前所讲的二法 比如是什么 指观 三法比如是什么 戒定会 那这里其实他的开展 其实也是用比喻 那二道从见顿 三法是三生 四果是四位 那此无量法从一法生 何者 二道既然是顿见 顿即大道 日照高山 且至未论 这个地方也是一种 那个就是引无量一经 来讲到法的开展的无量 法的开展无量 那今明见到之初 即三藏教 那三藏教怎么说 教云呢 求佛 那当三阿僧其节 修六度行 百节众相 乃可得佛 这个就是三藏教法的 那个意思 从事 事项上来做一个修行 欲令生事善 故作是说 欲求佛者改恶从善 善利教费 那即便破约 其有菩萨不断解惑 而得菩提 那毒气不认主食 辞教己费 行未皆费 所以本望果行因 无果可望 佛智佛未俱费 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 主要在讲 为什么三藏教 需要费的原因 其实简单来讲 他的目的已经达成 目的是什么 目的要生事善 事已经善 已经立了的话 其实他的教法 其实就必须要破 就必须要废除 就必须要废徒 为什么 因为其实 目的其实是要达到什么 佛菩提果 这个才是真正佛陀 所要给我们的 真正的教法的原因 的目的 那若呢 约二圣的一个便废者 本令事行挑心 从着度见真 那见真以呢 教义极足 事故呢 西教肺 事善立了 那已经真的见到真了 见到空啊 见到空 而他见到空的方式 是从西空来入手的 所以当达到见真 那我们其实真正已经达到 三藏教所要给我们的教义的教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西教肺 为此注意呢 故言肺障立通 就是他其实是一层一层一阶一阶上去的 那当我们的三藏教法废除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从三藏教法 进阶学通教教法 好 圆秉通教不学三藏者 不与此人论肺 就是有一种人 他不是从三藏教入手 他直接从通教入手 那这个时候这样子人呢 就不用为他说肺跟利的这一个部分 那立通之意 未生理善 然后提法断祸 从巧度入真 教义局租 这个是有关通教的这个部分 智者见空 父因见不空 哪得横住于空呢 那通教则废 菩萨行至西废 佛至谓义废 那二圣但教废 于者此通教呢 通通通别 共般若义 如上所说 不共般若义呢 则有不废 这是有关通教的这个部分 通教的这个部分 那通教废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就是 那个菩萨恨 还有菩萨至西废 那佛至 谓呢 也是一样是废 那这个 共般若义的意思就是 三圣共 这一个般若 这个是通教 通教的这个部分 那不共般若的意思 主要是在讲 菩萨的这个般若 他是不共的 不共什么 不共其他二圣 那三圣就是 身无缘解菩萨 是一样是 用这一个 五字性故空的这种 空的这个般若 来体达 这样子空的意涵 所以 故知呢 成论地论师 只见共般若义 不见不共义 这个是有关 成论跟地论师 这个也是 志德大师 他们 他在讲到 这一个就是 成论跟地论师 有时候会做一个 批评或者是批判 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他们的局限 那中论师呢 可以得不共义 但是他失去共义 因为他主要是以 那个 那个破斥 来做主要他的一个 论的一个主轴 所以他其实是 失去共义 那通教既然 具具两义的时候 于通菩萨及方便声闻 那么几是非义 诸果声闻 未是非义 不共菩萨呢 则不废义 这是有关 废跟不废 以及在通教的 这个部分 就是他的废 其实就是对于 通菩萨跟方便声闻 那诸果的一个声闻 其实就不是废了 就不是废 那不共菩萨呢 也是一样是不废 不是不废 就是他们就停留在 那个地方 就没有所谓的论废 跟论不废 那不共菩萨 其实就是到别教了 就是到别教 那若呢 别起的时候 那生界外失善 若破五知成杀 失善既成教义及足 所以需要破除 需要破除 此呢 随他一语 事故呢 别教教肺 地前行为 西肺 地上位呢 以及佛位 皆肺高归下 所以事故呢 废别 而且要立缘 废别要立缘 那其实从随他一语的这个部分就可以知道 其实别教这个地方还是怎么样 方便施舍的 那佛陀其实没有方便施舍就是属于随自一语 随自一语 那所以他一语 因为方便施舍是全法 是全法 那在全法的一个施舍上 其实要到 那个最终的这个中到十项 其实必须还是要先废除 这样子的一个 施舍一语的这个部分 而才有办法入得我们这个原教的这个教法 所以原八番位都是十位 那就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废 那原八番位到底是哪八番 就是从五品地子位一直到妙诀位 那同学可以算一下 第一个五品地子 第二个六根清静 就是实性位 第三个就是实柱 第四个就是实行 第五个是实回向 第六个是实地 第七个是等诀 第八个就是妙诀 所以原呢 这八番位都是实位 所以不需要去废除 那在大波涅槃经有说 就是一切的江河稀有回去 一切的丛林必有草木 诸教随寝 随寝啦 随寝 就是随寝为什么是随寝 随众生而施舍 所以是随寝 既然是随众生而施舍 他不是直接指出他的一个实教教法 所以他不是直接的 他是有回取的 有回取的 那三草恶木呢 是佛的一个方便 所以不是真实 予须费力 金沙大河之路西海 金银之术西式宝林 那费取是直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不需要去废除 那过去呢 从顿出剑 剑不合顿 引剑入顿 处处须费 金银会顿 顿呢 何须费 所以呢 可能问同学 原教教法到底是顿呢 还是剑 非顿非剑 为什么 原教教法是会剑归顿 当然也可以说是一顿一剑 那只有在那个华眼的 这一个教法 他是顿而非剑 那其他的不管说是三藏教 那般若或者是方等 都是属于 剑的这个部分 都是属于剑的 所以法华经有说 十剑我身 是故教不废 又说呢 五藏道 所以道不废 西域一佛圣分别说三 三圣不合 欲令三合一 三合一 处处虚非 金呢 是会三归一 同胜以胜 事故 行不废 所以这个地方 单单这里的文 其实就讲到 教不废 道不废 跟行不废 那另外 过去四果是格别的 阿罗汉 披之佛 菩萨 习果 方便佛果 又呢 四佛 是四果 那 欲和此果 处处虚非 金草案已破 化成又灭 同志保守 所以是什么呢 果不废 果不废 为什么果不废 因为已经到达真正 佛陀所要给我们的 这一个保守了 一圣的 一圣佛果的 这个部分 所以若从事义呢 是三费 然后一不费 三费 一不费 三费 一不费 其实主要是 讲的还是账通别 三个必须要费 一不费的话 就是原教教法的 这个不费 然而三教有费 有不费 何者 从得到业 一直到泥还业 所说的是安寒经 他所结的是生文账 所结的是生文账 那出教呢 其实没有费 出教何成费 成前人是善 斗后人是善 所以说是有费 跟有不费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 就是 他还是一样是 要教化后人 教化后人 那其实成前人的 事善结束之后就要费 但是为了还要在 教化后人的事善 所以有费 跟不费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这是有关三账教的 账教的这个法 一样成前斗后 成前斗后 所以有费 跟不费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那就个人而言 就是如果说 不断不断的 往上提升的 这样子的账教 来通教来别教 就是已经完成这个 教法的这一个 功用的时候 那么就必须要 废除 但是这个地方是从 成前斗后的 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 就有费跟不费的 这个意思 藏教如此 通教也是这样 别教也是这样 那原教也是一样 有利跟不利 就是初到高三 以自施利 与三藏者不利 就是三藏教的人 其实就不利原教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还不知道 所以文中有说 就是实践我身 入主导会 那么即是前立 那学小者 进入佛会 那么即是后立 为什么 就是机缘到了 在法华会的时候 让他们入佛之智慧 中间可知 诸行至 有废跟有不废 诸果位呢 也是一样是 有废跟有不废 这个是有关 四教的废跟不废的意涵 那之后我们再来看 五位 五位也是一样是五位教 就是立诸位 那乳 落 生疏 手疏 跟提胡 那其实就是对比什么 华言 阿涵 方等般若 跟法华 就是这样对比 这样对比 那如果说 能够这样知道 这样子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像华言 其实有两教 哪两教 别跟圆 华言其实讲 别跟圆的 这样子的一个教法 所以那个 别跟圆的 这样子的教法 其实就有一个 是废的 一个是不废的 那一个是 亦废亦不废 所以这样子 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教行位 亦废亦不废 一个教行位 是不废的 亦废亦不废 其实就是别教 那教行位 不废呢 其实就指的是 原教 就是两教嘛 对不对 那落教行位 只有一个 就是三藏教 一样是有废 跟有不废 为什么有废 有不废 我们刚刚有说了 为了要成前斗后 所以有不废 那必须 就是要提升 所以必须要废 在这个地方的差别 在这里 那生疏教 是方等 那方等时 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四教教法 藏通别远都有 所以三教行位 有废有不废 三教就是什么呢 就是藏通别 那一个的教行位 不废就是圆 这个部分 其实同学 应该会 熟悉了 那熟书三教 它是熟书 就是那个波罗教 那波罗教 其实讲的就是 通别圆三教 那通别圆三教的话 其实就是两教行位 有废有不废 这两教其实就是通跟别 那一个的教行位 不废呢 就是圆 圆教不废 这是有关 那个四位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最后一个提胡 提胡就是法华 法华的一个 三教行位皆废 一教行位不废 但说无上道 同圣一保圣 据直至道场 故三亿皆不废 其实法华 其实主要是开权显十 那说三教就是 葬通别行位皆废 然后一位不废 其实也是可以这么说的 同圣一保圣 其实它都开权显十 显什么 显真正原教的始教教法 所以那个就是 同圣一保神 直至道场 那无量义经有说 就是二到三法 四果不合 一直到法华 废的时候 这个时候结合了 所以这个是不论废的 不论废的 那存道以来 四十余年未显真实 法华实显真实 那相传有说 佛在七十二岁的时候 说法华经 这样子 又呢 在讲到废跟不废的时候 又有这样四句的方式 就是教废行为不废 行为废教不废 还有聚废跟聚不废 这个地方 同学看一下就好了 希望不会搞 搞得太糊涂 搞得太糊涂 那那个有关 教废跟行为不废 怎么说呢 住国身文有在草安 所以他的一个行为不废 但是教废 教废 就他的教法 他是属于三藏教法 那行为不废嘛 因为他是住国的身文 所以他其实就是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国位当中 但是教废 云和行为废 然后教不废 就是利根秘义 不带废教 早修行为者事业 就是他的根基 其实是比较利的 根基比较利的 所以他就不用把这个教法废除 他其实就可以直接上去了 所以就利根秘义 那云和俱废 就三藏菩萨 俱不废呢 就是要怎么样 要斗后原者 就是其实主要是对于利益后来的众生嘛 所以他就俱不废 这是从三藏教来讲 所以其实在通教跟别教也是一样 以这样子三藏教的一个例子来做比 来做推论 来做推论 这个是有关教、行、卫、三者 他的废跟不废 他的一个四句的一个说法 那若就施权 从权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自治大师真的讲得非常非常详细 让我们一点质疑的时候 再说 有怀疑再说 不断不断的让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 那当然其实你已经没有疑惑 如果就可以不用看了 那我们来看 若就施权的话 那三藏三教的一个行为利 那一个是不利 那若就废权的时候呢 就是三教行为废 那一个不废 所以同学应该可以知道 不利跟不废是哪一教啊 对就是原教 那若就利根呢 就是一利三不利 若就顿根呢 就是三利一不利 若就转吞为利 一利三不利 那利根和论呢 亦利亦不利 亦废亦不废 若就平等法界 非利非不利 非废跟非不废 那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四句法 以及那个四教 就是当通别源 它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废不废来做区分 来做区分 那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 非更文 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四句说法 那非教更文教 以及自有非教不更文教 以及自有不非教更文教 以及自有不非教不更文教的四句说法 的一个说明 我们来看 什么是非教跟文教 比如什么 比如就是非六度的四善 而呢 王文三里善 就是没有听什么 通别源的三里的一个善法 就是废除掉我们藏教的一个六度善法 然后更加听闻 就是他没有听过的三里之善 这个是非教更文教 那非教不更文教呢 就是祝国的一个二圣 然后非教乙呢 就怎么样 入灭了 他就没有在听更殊胜的法 好 这是他的一个状况 所以反而 其实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后面的解释 对于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四句说法 我相信其实会比较清楚 那什么是不非教跟文教呢 就是斗次第学者 方等中并文小大名者 其实就是以这样子不非教的一个方式 更加听闻什么其他的教法 然后接引次第的一个学者 那不非不更文呢 就是未非教而密入 未非教而密入 所以这样子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属于不非不更文 那教之后呢 来看智 来看智 就是废智更修智 不废智更修智 废智不修智 以及不废智更不修智 那什么是废智更修智 就是三藏菩萨 他的废自己本身已经证得了这个智慧 更修无神之智 这个是有关他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其实他的这个智慧 可以通达通教的这种无神的智慧 更修从悉空的这个智慧更修无神智 然后什么是不废智更修智呢 就是诸果生文不废己智 远复有关学无神智 时呢不用巧智断节也 又次第然后习者是也 这个是有关不废智 不废什么 不废他原本悉空的这个智慧 而更修什么 更修通教的这种无神的智慧 所以他真正用的其实是用的一个 用的是那个就是 悉空的这个智慧 而就是不用什么 无神的这个巧智 来断他的一个祸 断他的烦恼 那这个就是有关不废智跟修智 那不废智不修智 这个也是一样是诸果生文 然后生灭度想不肯修大圣 如是弟子的一个灵界 就是我呢过去身体脾屑 但念空无相无愿 与菩萨法都没有愿乐之心 所以这样子的人就还蛮可惜的 就是那个菩萨恨菩提心生不起来 所以这样子的人 是也即更斗后援者 就是要以这样子的法 接引后来学习的人 那么就是不废智不修智 那什么是废智不修智呢 就是废三藏智的菩萨 退为诸恶者事业 意思呢废己已密入顿中 不修方便智事业 就是两种状况 一个是退了 一个是退了 然后退为什么 退为恶法 退为恶法者 第二种是密入顿法当中 不修方便智 这是有关废智跟不修智 这是智 这个是智 教智 这里呢是慰 这里是慰 那也是一样是四种 就是废位更入慰 废位不入慰 不废不更入 以及不废而入 不废而入 那什么是废位更入慰呢 就是三藏菩萨 废不断或慰 入断或 那废位不更入呢 是废位密于顿者 不入次第 那不废位不更入呢 是住国二圣 不废位而更入呢 是斗后原则 跟前面其实都是一样的 意思呢 未废密物而入上位也 那通教别教智慰了解 亦因如此 这个是举那个藏教来做例子 那说明什么 说明智 说明教 说明慰 然后这它是用四句的方式 来论废跟不废 那以藏教来说 然后立比什么 通教跟别教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方式 让我们更知道就是有关 修学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众生不同根基 不同程度 修学的不同的状况 以及废跟不废的情形 那来看底下的这个问答 废呢 废教 教法废了 更修可以有利益 那废的话 不更修的话 有没有利益呢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这大师要回答的 自有废修得益 那自有喝废 闻呢 虽然不修 而又持乔 略比略 这其取见之心 意是有益 同学其实可以注意看一下 就是原则上 就是我们废的这个教法 已经得到嘛 这个教法的利益的时候 其实就废除 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利益 更修上去 但是你如果没有更修上去呢 你只有喝废 就是你知道这个教法 其实是不是最圆满的 你知道还有更好的 所以你有喝废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的时候 那你听到更上盛的法的时候 虽然你没有修 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属于 持小比略的 那你没有取证之心 对你而言 一样是有帮助的 你已经知道怎样 明辩法的高低了 你知道明辩法的优劣了 所以对你而言是有利的 又呢 奇奇断结 那么未言无益 所以其实基于求证 而在停留在取证的 这一个极灭裂盘当中 其实这样子的人 废而不更修 其实是对你而言 没有利益 所以其实有三种利益 回心入大 那么极是得益 所以同学就可以知道 怎么样真是对自己有利益的 所以当我们听到 大圣苏圣之法 只要升起 苏圣之心 我们其实 对我们而言 其实利益就很大了 利益就很大 所以看到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 心有没有很大的一个 就是感触 听到大圣法 听到原法 其实我们 其实已经在累积 我们的福德因缘了 福德因缘 只要升起苏圣之心 取证有期 取证有期 这是有关第七种 第七种 其实讲了还蛮多的 就是有关 我们的这个 四教位的这个 废跟不废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废跟不废的这个状况 那第七个 就是名位废 我们就算是把它结束 我们直接来看第八个 就是开出写庙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真正 智德大师要为我们说的 真的庙法是什么 庙法是什么 那也是符合 符合基门石庙的这个庙 这个意思的一个显示 它的一个意思 这个当然其实也是开权显实 开权显实 那我们来看 就是开出位显庙位者 若破三显依 相待之意 可得如前 这样子的一个相待庙 其实我们前面都已经 就是层层层层层都不断在说了 那集三是依 绝待之意 义则不耳 那这个就是原教义了 就是相集的 法法皆妙 法法皆不可思议 那何者席犬运时 如花寒连 开权显时 如花开连线 离子花矣 更别 无别更连 离子初矣呢 无别更妙 何须破出住妙 但开权位 那么极显妙位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讲到开权显时 开权显妙 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而这里其实就是用连话来做比喻 就是 樱花固连 唯连固花 然后花开连线 花落连尘 这个是有关连花 跟开权显时之间 他的一个比喻 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字句 那我们看底下 开生死初心者 就是明儿凡夫有凡夫 一发菩提心 生死即涅槃 无二无别 即初是妙也 其实这个凡夫虽然是凡夫之心 比起就是入得 就是真空即灭涅槃的 身文圣者的菩提心的发起 更容易的 更容易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从凡夫生死的这个初心 可以开显 他的一个妙 所以这个妙法跟凡夫的什么 初心是无二无别的 所以即初呢 是妙 凡夫心就是妙心了 所以若呢 始从凡夫 发什么 西体别缘四心者 西空体空 别教的一个见次 原教的 这个一心三观的这个四心 意是四位初心 皆是因缘所生心 即此因缘呢 即空即甲即中 跟原教的初心是无二无别的 诸呢 初心是如显妙 即是呢 至呢 毒乳当中 即能杀乳 杀忍啊 即能杀忍 这个杀忍是好事耶 为什么 这种忍是 指的是凡夫 不是 指的是烦恼 所以其实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发心 就等于说 这个毒 可以毒我们的一个烦恼之心 所以这个杀忍的意思是好事 所以杀有蛇处 若暗卫尔庙 那么这个是甲民庙 若进入方便呢 即成相似庙 若进入离呢 即成分真庙 也说其实从六集位来看的时候 凡夫 其实当我们知道 那个凡夫一听到原教之法的时候 就是入什么 入明子位 那你进入 就是已经进入修行的一个 就是阶段的时候 就成什么 观形相似了 观形相似 就是开始进入外反内反位 那这个也是庙 那进入分正的时候 就已经证得真理 这个就成什么 分真庙 分真庙 那如果呢 开六度权位行 那坛呢 即因缘生法 即空即甲即中 开坛得见佛性 乃至剥弱一副卤士 一名至独卤当中 即能杀人 这是有关 我们的六度权位的 这个菩萨行 一样 暗卫是假明庙 进方便是相似庙 进礼呢 就是分真庙 那方便生文未入位者呢 开拳显时 也是一样 一如是 他没有入位 但是在开拳显时的时候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一样是 未未皆妙嘛 他一样也是妙 一样也是妙 那三藏断节位的时候 就是未开拳 用无反复 如交亚五种 交亚拜种 有没有 金开西空即甲即中 如呢 至独落当中 亦能杀人 暗出几庙 是相似之位 若进入呢 就是随谓叛庙 随谓叛庙 就是三藏 三藏位刚刚有说嘛 三藏入真空即灭涅槃的时候 就是 他还没有开拳的时候 还没有开拳 就还没有开拳 他还没有办法显时 这个时候 他是如同交亚拜种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翻身的这个感觉 但是他一开拳的时候 开西空 然后可以挤甲即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就等于 入法华会 就是在开拳显时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妙了 开拳嘛 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显妙 次呢 开通教二生跟菩萨 也是一样 出甲的菩萨位 绝了此甲甲即是中 如呢 制毒 然后生疏 而能杀人 暗出即是庙 那么是相思位 或进入呢 即随谓叛庙 这个实样是类比 类比 开别教的一个实性位 同前 开始住位呢 同二胜 开始行位呢 同 通教出甲菩萨 这个是有那个就是对称的 就是以那个位阶来做一个就是对比 若开拾回向浮明呢 即此而终 那么世民呢 制毒 守书即能杀人 比如说其实 在别教拾回向位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可以用终了 运终观 运终观 所以虽然不是可以一心三观 可以空甲中三观的一个就是一心三观 但是他在石回向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 就是运终了 运终 所以暗出即庙是相思位 如果进入呢 是随为叛庙 那如果呢 登帝之位呢 不绝了者 只是浊渡之位 今呢 绝此权令的显食 那么即是什么呢 制毒涕湖而杀鱼人 暗出 那么是暗出呢 即是庙 那么这个是石柱位 若进入呢 就是随为叛庙 若觉珠泉 或者是暗卫庙 或者是进入庙 无出可待 通成一庙 其以以显 这是有关那个 别教到登帝的时候 以及呢 就是初即是庙 这个已经是原教 是石柱位 是石柱位 那进入的时候 就是随为叛庙的 这个部分 今呢 更辟说 辟如小国大圣 来朝大国师本未赐 那虽然是欲行武 现外空观 若大国小神 心旅 贫迹 绝位乃高 他所尽贵 那诸教诸位 绝出入庙 虽得入流 欲比原教的一个八庙 游士呢 从顿中来 就是说他们其实 其他的一个阶位 对藏通别他们即使 他们的机位很高 很高很高 对不对 但是跟别教的这个八庙 来看的时候 位阶虽然不是那么高 但是顿见之比 其实是还是一样 是有高下之盼 那原教的一个发心 虽然是还没有入位 但是可以知道什么 如来秘密之障 他可以什么样 换作佛 所以一入出庙的时候 就是佛了 就是佛 那当当只是初心住 就可以称作是佛 更何况是后面 更加的不可失忆 更加不可失忆 好 这个是有关原教的这一个发心 那当然其实也是我们刚刚 从那个第八个开出 显妙的这个部分来谈的 从藏教通教别教 这样子略略的来看的时候 每一个教的一个开显 都可以入庙 都可以入庙 或者说开出 其实就是显他的一个庙了 开出就显他的一个庙 这是第八个 第八个 就是出有他的一个重要性 没有出的话 庙也没有办法显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第八 我们来看第九个 就是引涅槃经 引涅槃经的这个五匹 五种匹域 来成立四教之位 就是我们看到 涅槃经的这一个 乳酪生书跟手书 还有提虎 这个五个匹域的这个五位 其实我们联想到的 一定是什么 五位教 五位教 五位教其实就跟我们的五十 就是华言 那个阿涵 方等 波罗跟法华涅槃 然后可以做比对 我们一般其实的看法是这样 但是在这里呢 其实智德大师用涅槃经的这一个五位 乳酪生书手书跟提虎呢 然后把每一个五位 在每一个教法都可以成立 就是藏教有五位 通教有五位 别教跟原教都有五位 这样子来做说明 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九个 以涅槃五匹呈四教位 他所要做的解释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有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呢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若呢 不将四教 是辟的时候 那么这个辟欲 没有办法去做理解 那若非五匹来判四教位 取信为难 这个就是有关 为什么要用这个辟欲 来做四教位的这个解说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智德大师所要说明的 若信经文呢 则未易 则未易呢 就比较容易明白 解诸未易呢 比辟冷然 彼此相须可谓兼美者 那这个地方其实 我们就直接来看 那个涅槃经的解释 那比文云呢 就是凡夫如鲁 虚图环如若 司徒汉如神书 阿拉罕如首书 阿罗汉辟之佛如提湖 这个是什么 三藏五位 三藏五位 所以前面是凡夫 后面是什么 四果 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那当然其实最后面的一个 是阿罗汉加辟之佛 辟之佛跟佛 三藏佛这样子 为什么 这个字的大师要说明 就是凡夫全身 未能够除霍 那菩萨也是一样 所以但得什么 但得乳 什么都没有做一个体炼 都还没有体炼 那虚托汉破尽后了 格凡成圣 如乳变成若 他已经有 就是在烦恼上已经有处理了 已经有处理了 这是出果 那四托汉呢 可以清六品的私货 清六品的私货 所以如生书 阿那汉十三果 欲界思境 故如首书 阿罗汉辟之佛跟佛呢 已经断除三界的见识或境 所以同称提胡 那在大制度论上有说 圣文经中有说啊 说称阿罗汉帝为佛帝 所以共为余位 这个是引大制度论上来做解释 那这个问答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此今呢 以三藏菩萨是善草 那比金云和以菩萨是乳位呢 这个地方是问的人 是这样做一个疑惑 那浙大师回答是 金曲画他边墙 比喻是善草 此中呢 自正利若同凡夫呢 为乳位 那就是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就是上草的名为上草 从化他的这个地方来做说明的 那在这边呢 其实主要是从自正的这个部分 就是正体正 体正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夫的能力高下 来做评判的 所以他的一个 自正利比较弱跟凡夫一样 就是他处理无敏的能力比较弱 所以他无敏完全 烦恼完全没有断除 所以是属于乳位 那另外 三十二云呢 凡夫呢 如杂学乳 虚头环 虚头环如浸乳 阿那汉 如若 阿罗汉如生疏 辟知佛 菩萨如所书 佛呢如提乎 这个又是不同的一个说法 那这个 譬如是通教的这一个五位 因为通教其实也是一样 是通三圣嘛 对不对 那这个通教的这个五位呢 其实就是跟藏教就不太一样 单单乳位就有两种 一个是杂学乳 一个是浸乳 那我们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解释 是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就凡夫 他不断货 所以他的这个乳呢 就是有掺杂 犹如什么杂雪 掺杂有血 不清净 不清净 那二果 出果二果 他的一个 近似未多 同出果 也是一样 像乳一样 但是他的乳是清净的 乳乳这样子 那三果欲似已尽 所以如若 四果见诗俱尽 所以如生疏 那辟之佛呢 他的智力清习 他的智慧比较立 可以清除习气 小胜生闻 所以共菩萨 那如手书一般 那实地明佛地 那么就是醍醐 这是有关通教 通教他的一个就是 他的一个就是 接位 通教的接位 前面是以菩萨同繁位 顾知是三藏 清以菩萨呢 同知佛 所以知道是通 所以我不知道 同学还记不记得 通教的第九地是什么 辟知佛地 辟知佛地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有关通教 菩萨 菩萨还是辟知佛地 就是通教的一个接位 第十地就是佛地 第十地就是佛地 所以顾知是通 那若呢 不做通是辟意 何有可解 所以这个部分 真的在 障通别远的一个判法 这大师真的是有他的一个 非常非常独到的一个分判 很精致 非常精致 在第九卷 其实就是有提到 凡夫佛性 如牛心生 那学乳未别 身闻佛性呢 就是如清净乳 辟知佛如若 菩萨如身书 身书跟手书 然后佛呢 如体乎 那么这个比喻的是什么呢 比喻的是别教五位 比喻的是别教五位 那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 乳辟如是无名 血辟如是释柱 释柱烦恼 释柱烦恼 那凡夫俱此 故言杂血 那释柱呢 已经断了释柱之血 跟二圣是齐的 故言身闻如辱 身闻如辱 那释柱后心呢 李明智利 类辟知佛 清除喜气 所以如若 那实行破尘沙 必如身书 实会像破界外的一个尘沙 必如手书 所以说呢 菩萨如身手 二书 身书手书 那登地以上 就可以破除无名嘛 可以显得法性 得一身无量身 拜佛世界八相作佛 所以说佛呢 如体乎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判法 就是怎么样 别教的 就是别教的 那再看底下 在看底下 就是雪山有草 名为忍住 名为忍住 牛呢 若食者 积得醍醐 那牛比喻凡夫 草比喻八正道 可以修八正道的时候 就可以见佛性 这个名得醍醐 这个比喻的 就是远教 比喻就是远教 行什么 大指道 关一切众生 及捏盘向 不复可灭 原性原形 不由立别 在一身当中 在一身当中其入初注 得见佛性 这个就是远教 这远教 如牛吃人草 不立四位 灼出醍醐 所以知道呢 是远教之意 知道是远教之意 他主要是不立四位 而可以就是灼出醍醐 人草 譬如是什么 静庙 牛呢 譬如是知庙 食者 譬如是行庙 行菩提 譬如是什么 卫庙 就是有关 静置行卫 那这样子的部分呢 就是属于 原教之意的意思 牛食 鱼草 学如转变 立四位 以方程 醍醐 鱼方便教 静置行卫 那么都是粗的 前四辟 即有四处 明醍醐 四教明 佛制各异 据即称佛 同指佛制 以为醍醐 这个就是指什么 指那个 就是原教 跟其他 就是 那个就是 三教不一样的地方 三教不一样的地方 那他其实就是 指四个都是一样 都是讲的是醍醐 没有什么 没有区分 没有区分 那 藏通二佛呢 不明中道 但取果头佛 二地制为醍醐 那别教登地破无名 那么即能作佛 以中道理制为醍醐 原教跟其他三教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边 就是原教出注 可以得到中道制 亦称为醍醐 亦称为醍醐 这是藏通 别教跟原教 他们对于醍醐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 就是 不同的一个 就是指出的点 那原教的一个醍醐 其实就是比较特别了 比较特别 就是符合我们的一个原教法 那印度金有说 就是顿悟是尊 即此出注智呢 是醍醐 也 有时候其实印度金当中所说的顿悟是尊 那这大师把这样子的一句话 这四个字 指的就是原教出注注 出注智为醍醐 那前两醍醐呢 是全非实 故有教而无人 那别教的醍醐呢 是明权 但是理呢 是实的 那原教醍醐是明理 俱实 也是异故前三位五位皆出 那原教一位皆妙 就是讲到用五位教 三 就是五位教分别在三教教法当中的一个 全教的一个展示 而在原教的时候 所展现的其实就是妙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状况 那等于说 就是我们在第九个 的这一个就是 引涅槃经的这个五个辟域呢 来作为就是我们四教的一个解释 那当然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四教的不同的五位 然后跟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五位做比喻 做比较 然后证明就是原教的一个殊胜 那当然其实也是说明了 其实这五位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就是有关第九个的部分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 我们再来看第十个明妙位的始终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同学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